在這一節中呢,我們要為各位介紹 BJT所形成的很有趣的BO跟VI之間的 這樣子非線性的輸入輸出關係呢 可以有哪些應用 那麼我們會介紹三個應用 其中第一個呢,是所謂的switch 那麼像這個common meter的接法呢 VI在這個VBB的位置 那麼我們在C的這個位置呢,接上一個load load下面是一個VO 所以呢,所謂的switch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用VI來控制這個load這邊呢,會不會通 那我們剛剛從上一節的討論裡面已經知道 VI跟VO的關係呢,會有這樣子上下變化的關係 所以呢,所謂的switch的概念呢 就是在cut off跟situation之間來回控制 當這個VJT處在cut off的時候呢 基本上VO就是VCC 那麼在load這邊呢,將沒有電流流過 而在situation的時候呢 VO呢,就會等於VC 那麼在load這邊會有一個電流流過去 所以呢,我們可以說呢,這樣在cut off的時候呢 這個load因為沒有電流流過 所以它不會通、不會開 所以是off的狀態 那麼在situation這邊的時候呢 這邊會有一個電流流過 所以它是一個on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控制VI來控制on跟off的狀態 那麼這個呢,基本上是整個digital的電路的最基本 最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switch 那你或許會問說 如果是用VI的高低來控制開關 那我不是直接用機械開關 用手去按也可以嗎? 到底這樣用電控制電的開關 有什麼獨特的好處呢? 我們用一個LEDswitch的例子呢 來讓各位感覺一下它的幾個重要的好處 那麼這個是立體5.11 也要邀請各位從課本裡面來看看這個立體 那立體裡面講的事情是 這個LED要開的話呢 它需要12個mA 然後它的開的threshold voltage是1.5V 那麼對於裡面這個BJT呢 β是100,VB是0.7V 還有VC是0.2V 所以整個電路也是common emitter的電路 LED接在collector這個地方 那我們知道當VI等於0V的時候呢 這是cutoff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IC整個是0A 所以LED也不會亮 這是沒有開的時候 那麼當VI等於5V的時候呢 VJT會被推進去一個飽和的區域 而由題目的要求知道呢 IC至少要是12mA 所以呢我們來看看這時候R應該有多大呢? 因為我們知道IC要有12mA 而V加是5V Vγ是1.5V 那麼VC Saturation呢是0.7V 這個方程式呢是由這條值的 Critial Flow呢可以得到 那麼把這幾個數字帶進去呢可以得到 這裡的R呢應該要是275歐姆 這個可以滿足IC是12mA 而且有1.5V的Vγ這樣的要求 那麼這個時候RB跟IV這邊的電流電壓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先設定這個時候的β呢 會是大概40的大小 這個大概是原來的不到一半的大小 那麼為什麼要設定這個40的大小呢? 因為如果我設定β是90的話 那很有可能不小心就還在Follow Active的區域 所以為了要確保這個BJD被推進去Saturation 在設計的時候我們要設計到β值變得夠小 所以我們讓β值變得大概40左右 那麼40左右的話呢 我們知道40就是IC除IV這個值 那麼IC剛剛說是12mA 所以當然40的話呢 IV就變成0.3mA 那當知道IV是0.3mA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設計這個RB的大小 所以RB的大小呢就是VI-VEOM除以IV 那麼把相關的數字帶進去呢 VI這時候是5V VVOM是0.7V IV是0.3mA 我們可以看到RB的值呢應該是14.3kΩ 所以這個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要控制一個LED的開關的時候 我所需要用來控制它的電流呢 是遠比真正LED需要的電流要小很多的 也就是說我可以用一個小電流 來控制一個大電流的一個開根關 那麼這個是用電控制電的一個很大的好處 也是用Transistor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用小的電流來控制一個大的電流 那當然另一方面呢 還有跟機械式手動的開關比起來 一個很大的好處是一個電的開關呢 可以控制很多很多個不同電的開關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白天的時候呢 路燈會自動關起來 那麼這個路燈會自動關起來呢 基本上是旁邊有一個感光元件 感受到這個地方的亮度夠了之後呢 它就用電來控制周圍的這些路燈 全部一起關起來 所以這也是一個自動化 同時可以做很多個開關的好處 那麼這個也只有靠用BJT 或是別的Transistor 這樣用電控制電的做法呢 才容易達到 而第二個重要的應用呢 就是所謂的Logic 邏輯電路 那麼這個一樣是一個數位電路的重要的基礎 而在BJT的邏輯應用裡面呢 基本上也是用這樣的 common meter電路呢 形成一個所謂的inverter的構造 那麼在邏輯裡面 inverter的意思呢 是當輸入為低的時候輸出是高 當輸入為高的時候輸出是低 那麼這個完全滿足我們現在這個common meter的接法 所會得到的結果 比如說呢 當VI是0V的時候呢 在這電路裡面的輸出的VO呢 會變成是5V 而當VI呢 是5V的時候呢 VO呢 只會被鎖在0.2V 所以呢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inverter的邏輯電路 那麼整個inverter呢 可以說是邏輯電路的基礎 也就是說各種不同的邏輯呢 都可以用inverter兜得出來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比如說所謂的norget 那麼norget的真值表呢 是像下面這個圖 norget會有兩個輸入 一個是1 一個是2 那麼當兩個輸入都是低電位的時候呢 輸出應該是高 而當其中有一個是高電位的時候呢 輸出就會變成低 這樣叫做一個norget 那麼怎麼樣用一個inverter 或是怎麼樣一個common meter的電路呢 來達到一個norget的效果呢 那麼它的接法就像旁邊這樣子 把兩個VJT呢 用類似像並聯的接法接在一起 但是他們共用同一個RC 所以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看到當V1跟V2 兩個如果都是0的時候呢 都是低電位的時候呢 這兩個VJT都不會通 當這兩個VJT都不會通的時候呢 上面也會有電流流下來 所以輸出就會維持在高電位 而V1跟V2其中如果有任何一個 會通的時候呢 不管是V1通或是V2通 其中一個通或兩個一起通 的時候呢 這個VJT的其中一個被on 被打開的時候 那這上面就是電流會流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RC呢就會有一個壓降 那麼VO呢就會因此被鎖在0.2V的位置 因此呢 這樣子的一個電路呢 就可以形成一個norget的情況 而用norget呢 則可以進一步組裝出各種各樣更複雜的邏輯 所以可以說呢 整個inverter呢 是一個邏輯的基礎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在下學期的課程裡面有更多的著墨 而第三個重要的應用呢 也是這學期會講最多的應用呢 就是所謂的放大器的應用 那麼談到放大器呢 我們在右邊這個圖裡面 除了原本講到的VVB跟VC之外呢 還多加了一個Delta VI 這是一個小小的交流電源 那麼我們前面談呢 放大呢 主要是針對訊號的放大 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個VVB跟VC的直選的正確的話呢 讓coupoint在整個斜率的正中的位置 那麼這個輸入的Delta VI呢 它是一個小小的交流的震盪 透過這個斜線呢 會使得輸出呢 變成一個比較大的交流的震盪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信號的放大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這個信號放大的放大率是由誰決定的呢 基本上是由中間這個斜率所決定的 也就是說這個放大的gain 基本上就是這個斜率 而這個斜率到底是由誰決定的呢 這個我在上一集裡面有提到 邀請各位回頭去想一下 或是去找一下 到底什麼參數會決定這個放大的gain 那麼關於放大器更多的討論呢 會在接下來第六章裡面跟各位說明 那麼講到放大器這個事情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要提到 就是所謂的bias bias的意思呢 就是這裡面的直流電壓的值 也就是說這個VVB跟這個VC 或是這個V加的值有多大呢 基本上會決定這個coupoint的位置在哪裡 而coupoint對於正確的放大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呢coupoint的位置不對的話呢 像將coupoint的跑到這個位置來 輸入呢 雖然還是一個sinosaur的震盪 但是很顯然輸出的上半部這邊會完全被切掉 只剩下半部這邊會被放大 所以輸出就變成只剩下半部的波形 那麼這很明顯的不是一個好的放大 因為它把輸入的波形給完全變掉了 最好的放大呢應該是輸入長什麼樣子 輸出也長一模一樣 但是原樣的放大 這樣子是最好的放大 所以說呢bias的加法呢 可以造成放大的情況非常非常不一樣 因此bias在考慮這些放大電路的時候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我們在下一節裡面會跟各位談一談 怎麼樣做到一個好的bias 謝謝大家